顶个关注不迷路,老瓜朋友们好啊,这里是数据,前几期视频说过,要给大家补完,一世界的其他龙王就做了这期视频,不过overload的设定实在太多了,估计数据我能一直更新到第三季播放,所以还是不着急一期一期说好了,那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这期要说的内容。 出起一世界的龙王,出场最多的莫过于白金龙王,虽然也是出场了两回,不过也为剧情引出了非常多的信息和给观众留下了不前的印象,而通过白金龙王所牵引出来的其他龙王,玩山也在overload剧场版附证的场刊中进行了部分说明,当然在web版和文库版中也有一些零零散散的资料,数据我就结合这些多多少少为大家分析一下一世界的已知龙王,那首先要说明的便是现如今一世界的一世界, 一世界的已知龙王数量一共是11,而这期我们就先从白金龙王说起,身为雅各兰德平一国议员的白金龙王,拥有号称终极大爆炸的十元魔法,并且持有公会武器还和200年前的穿越玩家,13英雄的队长有所关联,在他看来100年穿越一次的玩家是污染世界的力量,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必须铲除或者驱逐,那这100年穿越一次是玩山所写的设定,值得是在这个世界每100年都会有一批游戏的玩家穿越到其中,老苦头是第6批也是最后一批,毕竟游戏已经官服了 不过要守护工会武器的白金龙王并没有办法离开他的所在之处,所以只能依靠铠甲行动,而在某次的行动中遇见夏提亚,并与夏提亚进行了一次交锋后而撤退逃跑,从德基田看来,白金龙王应该是已经知道安兹,也就是新一轮的穿越者来到了这个世界,那在这种情况下,白金龙王是肯定会开始召集力量准备对策,这一点对老骨头还是较为不利的,不过相对的,安兹也知道这个世界有可以和他抗争的存在,所以也是非常的警惕, 和空气斗智作用可不是白说的,另外因为无法离开据点,白金龙王的实力就被限制在以赴铠甲之内,所以杀伤力也是很有限的,除非被逼击,否则应该也不会和老骨头拼搁,离死活活,毕竟平一国都是靠着白金龙王支撑,如果失去了白金龙王这有一射点,恐怕早就被教国所攻陷了,那为什么白金龙王对穿越者充满敌意,数据觉得应该是因为巴鱼王与龙族的战斗,让白金龙王产生的敌意,毕竟在与巴鱼王的战斗中,龙族的 龙帝也就是白金龙王的老爹,在当时一同牺牲了,所以说和玩家的话,白金龙王可以说是恃仇,不排斥那是不可能的,不过好在老骨头可并不像巴鱼王那种把空有力量的小学生,如此怂出一片天的做法,估计对上白金龙王受到的损失也只会被锁紧到最小,所以大可以放心,不过也很期待安兹与平一国撞监之后的剧情就是了,毕竟在这个世界对安兹有威胁的强者还是在少数的,黑玲龙王,龙王国的女王,是七才龙王与人类后代的血统,有八分 是一龙的血脉,七才龙王的曾孙女,尽管比起大部分的龙王,黑玲龙王的实力可以说是最弱之意,但影响力却丝毫不输给其他龙王,虽然按照人类的年纪来算已经是不小,不过外表却是一位小萝莉,据说是为了让龙王国唯一的金刚级冒险队伍水晶之类中号称闪列之名的赛拉布雷德为龙王国尽心尽力的作战,而故意扮成萝莉的模样来刺激人们的保护欲,原本的话则是有着充满身材的成熟旅情, 合法罗伊可还行啊,不过鲜血帝也就是第三季的主角之一,喜欢称他为老太婆两人也是八字不合,当然作为半龙半人的黑玲女王,依旧被称为龙王的原因,除了西伯的龙族血脉以外,还有他掌握的石原魔法,尽管发动石原魔法的代价是牺牲数百万民众,不过拥有石原魔法就是实力的证明了,毕竟石原魔法几乎可以代表一世界的最强攻击技能,而除了这些黑玲女王,还有七色龙王这一位爷爷作为后盾撑腰,所以各个方面来说, 也是非常强力的一个对手,不过按照动画的进度来说的话,遇到黑玲女王大概是在有省之年,并且比起白金龙王黑玲女王对安智的威胁实在是太小,所以这个角色,大家应该不用为老骨头担心,相信和空气斗智斗勇的老骨头攻略龙之国只是时间的问题,阿长安龙王数据已经在前几期视频中为大家说过了,这期先说一下黑玲和白金,下一期会补上剩下的八头龙王,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可以的话就请大家点一下收藏,收藏过一千九家更好,没关注的还望点一下关注,另外, 一直做老骨头实在也有一点力了,后面几期会尝试一下其他视频,比如数据最近在做的动态漫画,估计会在下周给大家投稿,那这期视频到这里就先结束了,这里是数据库,我们下期视频见